你自己的收視方面有什麼特別的節目嗎? 沒有什麼… 你現在台了好節目 是呀,不要緊,我覺得大家都做一些好的劇集出來,盡力 就沒有說誰收視好,誰收視好 我想大家可能觀眾群的segment都不同 是不是? 你自己的target是這個觀眾群,年輕一點的? 很難說,因為如果你看MIRROR的Fanbase,其實都由小到大都有 由很小到很大都有 所以我們都很難說,是不是一個特定的segment 但他們有六個人,六個人都會有自己特定的Fans 我覺得他們都會支持這套劇 現在整套戲都回到那裡,應該是說了 然後再跟Fans這條特定,你有沒有哪一位總員給你最深的印象? 最深的印象? 其實男生很平均,男生真是個個都是…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條線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每個角色有他自己發揮的地方 我有沒有說誰做得特別好?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都很好看,老實說 就算阿聰,阿聰是他一個輔助,阿聰也很突出 那你要問我,如果你說是比較整體會驚訝呢? 就是YOYO 因為一個全新人來說,我覺得是… 哇,我是沒有想過他的表現是這樣 我沒有問他,他說叫我運回來的,為什麼要介紹他? 哈哈 那個時候我們有很多… 那個程序是這樣的 就有很多… Either是ViuTV的人,或者不是ViuTV的女生 都有來做這個… 我們叫Casting 那他們就來… 都是很公平的,大家都是讀同一份稿而已 即是同一份稿而已 那你就現場,我就看了 那後來讀了差不多三四十人 那YOYO是最適合的那個 那我們就是想… 因為我沒有想過要找一些熟悉的面孔 因為我想找一個完全沒有包袱,沒見過的人 是否因為跟姜濤拍檔 所以會在選方面會覺得… 因為陌生一點的會好像好一點? 是,我覺得新鮮感很重要 即是你說你已經做過很多戲 那我覺得大家會有一個期待 即是已經知道大約是這樣啦 但如果你找一個全新人 你真是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的 呵呵 那豈不是很刺激嗎? 那姜濤呢 即是你之前也有… 是呀是呀 這次真的拍劇,是一個演劇 你覺得對於那個印象或成長 也不太大了 呃他成長就當然是… 即是他對於鏡頭呀 呃行為呀 即是表演上他是熟習了好多 即已經是… 呃蒙著長的時候拍MV 我很難知道他在… 即是在一個戲劇裏面的發揮是怎樣的 但是他今次的發揮我都很自然啦 因為他跟那些… 都是…全部都是buddy buddy 即是全部都好朋友來的 那他們一齊呢 那個感覺很自在的 即是你…你…你…你不… 我…有時我拍拍下 我都不覺得他們在做戲 好像… 好像平時他們在那邊玩而已 呵呵 好…很smooth的 即是其實… 因為我們全部人喜歡打籃球 那麼其實整件事就… 那個…整個氣氛很… 即是… 怎樣說呀 好一條心啦 第一 大家想拍好他啦 第二 就是說 大家那個… 在籃球裏面有很多teamwork的嘛 那麼其實你都是放在戲裏面而已 是… 那Ian呢 他是特別一些另一隊的 是 有什麼選擇的 Ian為何會特別一些另一隊的 因為其實我們…我想… 因為他們有一個… 條大戲鬼啦 大戲鬼就是講 一個街頭籃球隊 那麼遇上一個大學… 大學師兄隊 那麼其實大學師兄隊跟街頭籃球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 街頭籃球是自己玩的而已 就是… 練球就沒有我喜歡這個漂亮我就做啦 我覺得這個好看我就做啦 但是大學隊就不同 大學隊是一個編制內的事情來的 就是他練呢 練… 練下球可能整日… 一天就只是練下球 練… 練轉身可能整日都是做那樣東西 他們就是機動化的 很有系統的 那麼所以這個… 這個對壘是… 是… 很特別的 那麼… 我只要找一個… 真是經過這些訓練的人咯 那麼你想一下Ian 沒錯啦 他就會… 其實他… 你看到他的戲裡面呢 他那種的… 他有一種戲嚴在那裡的 那麼那種戲嚴呢 或者是一種… 特質那種… 運動員才有的自尊呢 其實是其他的演員是沒有的 但是他就因為他經過一些很intensive的訓練 我覺得啦 那麼你進得講對一定啦 那麼… 那個精神面貌就很好啦 就是這樣選擇的 但是相對的好像… 就是… 就是… 那邊的那邊就是比較貼備一些啦 那麼這個就可能有一點點 harsh啦 有一點點… 嗯… 就是… 就是要拿捏得不準確就會容易 可能不讓人討厭啦 就是怕不怕有這個擔作 就是Ian 他… 就是大家還是一個… 成功王子來的嘛 我覺得其實角色的開始 我們寫一定是有確認識的 或者他有一些缺陷 你沒有缺陷就沒有成長 因為我們寫是有一個成長成份的一個故事 所以你一定會由一個缺陷成長到一個比較好的人 是不是? 在我的角度來看就是說 不要緊起初黑人質不要緊 但你慢慢慢慢看到他變化 慢慢慢慢你會愛上這個角色的 因為他的變化更深層次 就是他怎樣去令到自己會 我要尊重隊友的東西 慢慢慢慢你會看到的 其實我覺得他的角色挺有趣的 從這個藍牙來講 Ian也是一個很主要的 是 也是很主要的 那會不會那個分別 那個分別會不會 今次是藍牙那隻銀 那你也是很主要的 我又沒有看完 對不起 我沒有看完藍牙女章 所以回答不了你 那 我覺得其實成長故事都是類同 但是就 每個人的處理手法不一樣 那我想我們的處理手法又會有少許不同 是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 因為不可以作準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呀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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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ans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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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